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委内瑞拉最近的总统选举可谓是波澜壮阔 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再次宣布胜选 然而反对派却对此结果提出强烈质疑 马杜罗在10名候选人中以51.2%的得票率领先 但反对派候选人刚萨雷斯和其支持者认为选举存在欺诈 选举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故障 选票短缺等问题 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争议 美国等国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而中国和一些拉美国家则表示祝贺 究竟这次选举的真相如何 委内瑞拉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充满争议和紧张气氛的夜晚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 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成功连任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根据选委会的统计数据 马杜罗在10名候选人中以51.2%的得票率领先 而反对派联盟民主统一平台推举的候选人 前外交官埃德蒙多·钢萨雷斯 则获得了44.2%的选票 尽管马杜罗的支持者欢呼雀跃 但反对派却对选举结果提出了强烈质疑 指责官方存在欺诈行为 反对派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 选举过程中多个投票站报告了技术故障和延误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选票短缺的情况 钢萨雷斯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表示 这次选举并未真正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 并要求重新计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 称其并未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真实意愿 布林肯指出 选举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公正现象 呼吁国际社会对选举结果进行独立调查 与此同时 阿根廷 巴拿马 乌拉圭等九国外长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允许所有候选人代表复合计票 以确保大选结果尊重人民的意志 然而 并非所有国家都对选举结果持怀疑态度 中国政府对马杜罗的连任表示祝贺 称其胜利是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拉美多国如古巴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和波利维亚 也纷纷向马杜罗表示祝贺 称其连任将有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马杜罗在胜选演讲中表示 他将继续致力于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解决民众面临的困境 他承诺将推动一系列经济改革 吸引外资 增加就业机会 并改善公共服务 马杜罗还呼吁反对派放下分歧 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委内瑞拉 尽管马杜罗的连任引发了广泛争议 但他在国内仍拥有一部分坚定的支持者 支持者们认为 马杜罗在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经济困境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主权 值得肯定 反对派和部分国际社会的质疑声浪也不容忽视 选举结果的争议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分裂 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未来 委内瑞拉能否在马杜罗的领导下 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仍需拭目以待 在一个充满争议和紧张气氛的夜晚 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结果 终于在7月29日凌晨揭晓 现年61岁的现任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 埃德蒙多 刚萨雷斯各自宣布胜选 使得这个南美国家的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此次选举因被指控使用卑鄙手段和零星暴力事件而备受关注 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 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CNE主席埃尔维斯 阿莫罗索在电视声明中表示 马杜罗获得了51%的选票 击败了获得44%选票的反对派候选人 刚萨雷斯 这一结果是基于80%的投票战数据 然而 阿莫罗索补充说 由于选举数据传输系统遭到攻击 结果被推迟了 这一声明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不满 反对派领袖玛丽亚 科琳娜 马查多 在星期一凌晨表示 反对派候选人刚萨雷斯 实际上赢得了70%的选票 他的这一声明与官方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进一步加剧了选举结果的争议 马杜罗在官方公布选举结果后 在总统府的首次讲话中表示 他的连任是和平与稳定的胜利 他赞扬了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 称其拥有非常高的信任度 安全性和透明度 他还表示 委内瑞拉的选举系统 遭到外国势力的大规模黑客攻击 但他拒绝透露攻击者身份 他要求尊重委内瑞拉的主权和民意 并强调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试图破坏委内瑞拉的和平 然而 多项出口民调显示反对派会获胜 以对美国大选进行民意调查 而闻名的爱迪生研究中心 Edison Research的一项民意调查预测 刚萨雷斯将赢得65%的选票 而马杜罗将赢得31%的选票 当地民调公司Magnalysis也预测 刚萨雷斯的得票率为65% 而马杜罗的得票率略低于14% 这些数据与官方结果的巨大差异 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不满 反对派质疑选举结果不公 并指控全国选举委员会实际已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反对派称 原本应该见证全国计票的反对派高级官员 没有被允许参加 并且有好几个投票站不允许反对派观察员观察 这些指控进一步加剧了选举结果的争议 选举结果出炉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我们严重关切 公布的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 他呼吁计票过程透明化 并说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此事 并将做出相应回应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也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批评 马杜罗政府刚刚进行了现代史上最可预测 最荒谬的虚假选举 卢比奥所在的佛罗里达州 拥有美国最大的委内瑞拉社区 它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华盛顿希望委内瑞拉恢复稳定 委内瑞拉是古巴、俄罗斯和中国的盟友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 但其生产能力已大幅下降 这个曾经富裕的石油国家 在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80% 迫使3000万公民中超过700多万人移民 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 一直是美国南部边境移民压力的主要来源 大多数委内瑞拉人 每月仅靠几美元生活 该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陷入困境 民众忍受着严重的电力和燃料短缺 马杜罗自2013年上任以来 就被指控镇压批评者和骚扰反对派在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气氛中执政 观察人士也指出了腐败和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 反对派领袖马利亚 科里纳 马查多星期日表示 如果马杜罗掌权 可能还会有三四五百万委内瑞拉人出走 他说 这里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边界 超出了委内瑞拉 大约有2100万委内瑞拉人为登记选民 但据估计 只有1700万人仍在国内的选民有资格投票 全国选举委员会则指出 此次投票参与率为59% 在首都加拉加斯 选举日当天的气氛紧张而激烈 马杜罗的支持者和反对派的支持者 在一个票站外发生了推撞 场面一度混乱 随后 有愤怒的民众包围了票站 要求重新计票 警方迅速介入 控制了局面 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马杜罗在胜选后发表胜利演说 感谢支持者的信任 并承诺继续推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他表示 这是人民的胜利 我们将继续前行 克服一切困难 然而 反对派并不认同这一结果 刚萨雷斯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表示 他的团队将对选举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 提出正式抗议 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委内瑞拉的民主状况 他说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将继续为真正的民主而战 此次选举 是委内瑞拉近年来最具争议的一次 马杜罗自2013年上任以来 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 尽管如此 他依然拥有一部分忠实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马杜罗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捍卫者 选举结果公布后 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美国和欧盟对选举的公正性表示质疑 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而俄罗斯和中国则表示祝贺 称这是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在未来的日子里 马杜罗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他需要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 改善民生 同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无论如何 这次选举结果将深刻影响 委内瑞拉的未来发展方向 选举结果的争议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和紧张局势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 委内瑞拉的未来依然悬而未决 无论是马杜罗政府还是反对派 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稳定 繁荣的国家 而不是政治斗争和经济困境 选举结果的争议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和紧张局势 总之 委内瑞拉的这次总统选举 不仅是一次政治事件 更是对国家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委内瑞拉人民都希望 能够在和平和公正的环境中 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近日公布现任总统 尼古拉斯·马杜罗 在总统选举中胜出 成功连任 这一结果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争议和质疑 根据官方统计 马杜罗在10名候选人中以51.2%的得票率领先 而反对派联盟 民主统一平台候选人 前外交官钢萨雷斯 获得44.2%的选票 反对派对选举结果提出了强烈质疑 指责官方存在欺诈行为 多个投票站 报告了技术故障和延误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选票短缺的情况 钢萨雷斯声称 选举结果未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要求重新计票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也表示 选举结果不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真实意愿 呼吁国际社会对结果进行独立调查 阿根廷、巴拿马、乌拉圭等九国外长 也发表联合公报 要求复合计票 以确保选举结果尊重人民的意志 尽管质疑声不断 仍有部分国家对选举结果表示支持 中国政府和多个拉美国家 如古巴、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和玻利维亚 向马杜罗表示祝贺 称其连任将有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马杜罗在胜选演讲中承诺 继续推动经济改革 吸引外资 增加就业机会 并改善公共服务 他呼吁反对派放下分歧 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委内瑞拉 然而多项出口民调显示 反对派获胜的可能性更大 爱迪生研究中心和Magnosis的民调结果 都预测刚萨雷斯的得票率远高于马杜罗 选举过程中 反对派指控全国选举委员会 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称反对派观察员被阻止参与计票过程 这进一步加剧了选举结果的争议 国际社会对此次选举的关注 也反映了委内瑞拉 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 其国内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 对区域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杜罗自2013年上任以来 面对国际制裁 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他被指控镇压批评者和骚扰反对派 然而 他依然拥有一部分坚定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 他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捍卫者 此次选举结果公布后 美国和欧盟对选举的公正性表示质疑 并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共和党参议员 马可 卢比奥都表示 选举结果不服民意 呼吁透明化计票 与此同时 俄罗斯和中国则表示祝贺 称这是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未来 马杜罗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他需要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 改善民生 同时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选举结果的争议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政治分裂 和社会动荡 委内瑞拉能否在马杜罗的领导下 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仍需拭目以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 马杜罗再次当选总统 以51.2%的得票率胜出 这标志着他将继续 在这个饱受经济制裁 和国内动荡的国家领导下去 有人说这是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也有人质疑这场选举的公正性 不过 我认为马杜罗的胜利 是有其合理背景的 首先 委内瑞拉的选举委员会 已经公布结果 51.2%的得票率 并不是一个容易造假的数字 其次 马杜罗在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困难时 依然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 国际社会中也有不少国家 对他的连任表示祝贺 这说明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说 你刚才说马杜罗的胜利有其合理背景 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质疑的选举过程 反对派和许多国际社会成员对选举结果表示不满 认为存在大量舞弊行为 多个投票站报告了技术故障和选票短缺 而反对派候选人 刚萨雷斯声称自己实际上赢得了70%的选票 你说51.2%不容易造假 但我说这个数字背后的操作空间大得很 再看看那些祝贺马杜罗的国家 大多数都是他的老朋友 比如中国 古巴 尼加拉瓜 这些国家本身的民主状况如何 大家心知肚明 谢琪琪 你的质疑我也理解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 那就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马杜罗还是有一部分坚定的支持者 你提到技术故障和选票短缺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但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中 都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不一定就代表了舞弊 再说了 马杜罗能够应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制裁 和国内经济困境 还能在选举中胜出 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那些祝贺他的国家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们看到了马杜罗在困境中坚持下来的任性 以及他对国家稳定的贡献 楚天书 你这说法让我想起了动物农场里的那句经典台词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马杜罗的任性 更多是建立在镇压反对派操纵选举的基础上 你说他有坚定的支持者 但这些支持者是不是被迫的 谁能说得清楚 再看看出口民调 甚至美国的爱迪生研究中心和当地的Magnosis 都预测刚萨雷斯会赢得选举 这些数据难道是瞎编的 马杜罗的连任 只会让更多的委内瑞拉人继续流亡 一切都只会越来越糟糕 谢琪琪 你这一说法 简直就是权力的游戏里的小指头在世啊 充满了阴谋论 你说出口民调的数据 我也不否认 但请记住 出口民调并不是正式结果 何况这些数据 能否完全代表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 也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 你提到镇压反对派和操纵选举 这类指控在全球很多国家的选举中都出现过 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马杜罗就一定这么做了 再说了 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为什么要祝贺他 这些不是单纯的老朋友 更是看到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和能力 天书 你真是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 总是试图给所有的事情找个合理解释 不过魔法在高明也改变不了现实 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马杜罗的执政只会让这个国家陷入更深的泥潭 你说祝贺的国家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能力 但这些国家更多的是看中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而不是马杜罗本人 你要是相信马杜罗的胜利是正当的 那是不是也得相信独裁者都是真心为了国家好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民主和透明的选举 而不是一次被操纵的闹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 委内瑞拉这次的总统选举 简直是一出大戏啊 满满的戏剧性和争议 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holas Maduro 再次宣告胜出 成功连任 然而他的胜利并非一帆风顺 反对派可是大声疾呼 这场选举存在欺诈行为 选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马杜罗以51.2%的得票率领先 而反对派候选人 Gonzalez Edmondo Gonzalez Orutia 获得了44.2%的选票 尽管马杜罗的支持者欢呼雀跃 但反对派却质疑选举的公正性 指责投票过程中的技术故障和延误 甚至出现选票短缺的情况 看来这场选举的戏码还远没有结束 反对派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选举当天多个投票 战报告了种种问题 这也难怪 反对派候选人 刚萨雷斯发出强烈抗议 要求国际社会关注选举问题 并要求重新计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了不满 称选举结果未能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真实意愿 呼吁进行独立调查 阿根廷 巴拿马 乌拉圭等九国的外长 也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计票过程透明化 好家伙 这波操作简直是国际版的闹剧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对选举结果持怀疑态 中国、古巴、尼加拉瓜等国政府 纷纷向马杜罗表示祝贺 称这是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看来在国际舞台上 马杜罗还有一些铁杆粉 马杜罗在胜选演讲中表示 将继续改善国家经济状况 吸引外资 增加就业机会 还呼吁反对派 放下分歧 共同建设一个繁荣的委内瑞拉 马杜罗的小目标还是很明确的 但现实会不会让他打脸呢 尽管马杜罗在国内仍有一部分坚定的支持者 但反对派和部分国际社会的质疑声浪也不容忽视 选举结果的争议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分裂 甚至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未来 委内瑞拉能否在马杜罗的领导下 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仍需拭目以待 选举后 反对派领导人马利亚 科林纳马查多 Maria Corina Machado 声称 反对派实际赢得了70%的选票 这和选委会公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更过分的是 马杜罗还说选举系统遭到外国势力的大规模黑客攻击 不过他拒绝透露攻击者 看来这场选举不仅仅是国内的内战 还牵扯到了国际上的口水战 与此同时 多家民调机构如爱迪生研究中心和Meganalysis都显示反对派会获胜 预测刚萨雷斯得票率为65% 而马杜罗仅为31% 这些数据差异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和不满 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都对选举结果表示强烈质疑 呼吁透明化机票 不管如何 马杜罗在胜选后的演讲中表现得相当自信 他称这次连任是和平与稳定的胜利 并要求尊重委内瑞拉的主权和民意 然而面对国内高达700万人的移民潮和严重的经济困境 马杜罗的执政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总的来说 委内瑞拉的这次选举不仅是国内政治的大发现 也是国际社会的热议话题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能否实现真正的稳定和繁荣 委内瑞拉人民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公正的未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出大戏的后续发展吧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